华语乐坛有八位非常厉害的作曲人 他们为许多的流行歌曲谱曲作曲 成就了不少的经典作品 不管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一定听过他们的作品 第八名 汪峰 汪峰的作曲能力毋庸置疑 无论是词 无论是曲 每一首歌都是那么的靠谱 创作能力在北京爱情故事 北京青年的主题曲插曲中 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专业科班出身的他 同样创作了众多筷智人口的歌曲 如花火 怒放的生命 存在 飞得更高 第七名 陶哲 那个疯狂的是我 I love you 无法不爱你baby 说你也爱我 I love you 永远不愿意baby 失去你 陶哲是第一个正式将R&B 引进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歌手 被誉为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R&B教授 陶哲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音乐人 但是他的作品拥有很高的完整性和成熟度 代表作品有 爱很简单 就是爱你 今天你要嫁给我 就是爱你爱着你 有悲有喜 有你也平淡也有了意 就是爱你爱着你 甜蜜有爱心 那种感觉就是你 第六名张雨生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所有生活的伤 所有流过的泪 我的爱 请全部带走 张雨生是全能型音乐人 唱歌 作词 作曲 吉他 都是一流水准 张雨生在台湾80年代 末期便是与王杰起名的流行乐坛的超级偶像 有音乐魔术师之称 代表作有 大海 口是心非 天天想你 第五名黄家居 喜欢你 那双眼动人 笑声更迷人 愿在我 幸福你 那可爱面容 还手说梦话 像昨天 你跟我 黄家居 作曲 作词 唱功三绝 其作品题材涉猎广泛 歌颂父母的 励志的 和平的 还有情歌 直到1993年去世 其创作的歌曲 可以说是超过了许多歌手 一生所创作的经典 谢谢 唱功四 甜度 不应放弃 没法解释 可无尽身恩 我一般大事 无限 请准我 说声 真的爱你 黄家居的代表作品有 歌颂母亲的《真的爱你》 《立志向》的《海阔天空》 抒情的《喜欢你》 代表和平的《光辉岁月》 每首都是传唱至今的经典 第四名 窦围 在音乐的道路上 窦围21岁就成就了黑豹乐队 23岁成就了天后王妃 直到魔言三结 戛然而止抛弃掉所有的荣誉 做回一个普通人大隐于世 如果说前妻窦围是音乐人的话 后期他就是艺术家 就像行为艺术一样 他是用声音作为艺术 他的代表作品有 《无地自戎》 《高级动物》 《艳阳天》等 第三名 李宗盛 为何你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有一天你会知道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于是已经太匆匆 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朦 李宗盛的歌曲几乎都是由他自己一手创作 从词到曲都是他亲自操刀 他还为其他人做过词曲 专辑制作水准也是属顶级 提携大红大紫的歌手也很多 而且都是那种永久留下烙印的 代表作有《当爱已成往事》 凡人歌 我是一只小小鸟 你我皆凡人 生在人世间 终日奔波苦 一刻不得见 既然不是仙 难免有大念 到一方两旁 离自带中间 第二名 罗大佑 看我看一眼 把我让红颜受控着 青春无悔不死 永远的爱人 罗大佑被称为流行音乐教父 他自己作曲 自己填词 用独特的音乐形式 打破了当时乐坛的僵局 李宗盛曾评价道 罗大佑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他的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 他是时代造就的英雄 他是真正的台湾音乐界重量级人物 代表作品有 《追梦人》 《明天会更好》 《光阴的故事》 第一名 黄真在音乐上是一个鬼才 与泥匡 金庸 蔡兰四人 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 他创作的词曲 大多数都被大众所熟知 赤子之心的《我的中国心》 纵横逍遥的《沧海一声笑》 豪情满腔的《男儿当自强》 个人觉得 这才是大师该走的路线 从不类型化 写得了纵横江湖的豪气 也玩得转 儿女情长的缠绵 优优独播剧场 这几位都是华语乐谈 数一数二的作曲人 不知道你最喜欢谁的作品呢